而今年跨年的烟火也刷新了不少记录 想要来一睹为快 当然那要到距离最近最近101的地方 那是市府广场 只是到时候这广场上肯定是人满为患 如果要轻松一点看 有行家就来推荐这个 可以一次看到101烟火和大家河滨公园的原山 这里是最佳景点 在最近的距离感受烟火震撼好过瘾 不过看看市府广场 人潮一年比一年更多 要跟六七十万人卡位让人想到就腿软 其实台北市的周边还有不少景点 可以轻松看烟火 不想人挤人 唐家推荐的私房景点 就在原山饭店的观景平台 不只可以看到101 还可以看到大家河滨公园的烟火秀 直高临下一次可以看到两场烟火秀 当然是观测点的冠军 不过因为场地有限 31号下午就会进行车辆管制 基本上我们饭店的车位目前超350左右 那我们当天下午我们的那个四点时候接驳车 开上来接驳车我们会有平通行证 最好别开车改用散步的 而第二名的观测点就在距离信义区 好近好近的上山 早早就摄影玩家把脚架锁在栏杆上占位置 不过因为背对101烟火的角度当然就会差一点 而第三名则是首度跨业营运的猫懒 运气够好可以在缆车上跨年 就算排不上周边的山区也有不少制高点 可以让你看的一清二楚